在我们混乱纷扰的生活中 灵性的旅程似乎是一条寻找平静的小径 有些人似乎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让他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 保持一份宁静和高频率 你可能好奇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简单 这就是冷处理的力量 但冷处理并不意味着对生活的漠不关心 相反它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 一种内在的智慧 当我们遇到困难或挑战时 直觉反应可能是立刻反应 但灵性高的人 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他们静静的观察 从中心处发出平静的波动 这并不是逃避 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面对 通过冷处理 他们保持自己的能量不受外界的干扰 这就像是在心灵的海洋中 找到了一个不被风浪影响的静谧之地 在人生的道路上 遇到误解和非议似乎是在所难免的事 每个人面对这种情况的应对方式各不相同 有的人选择将不越深所心中 让闷气在内心扩散 有的人则坚持要争个明白 不断地辩论是非 还有的人因为无法忍受 选择与对方斗争到底 然而很少人意识到 发脾气虽然是人的本能反应 但能够控制住不发脾气 才真正体现了一个人的力量 当心中充满怒气的时候 如果能够冷静下来 再去处理问题 那无疑是最睿智的选择 在愤怒的时刻 许多人往往会发现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被愤怒 纠结 绝望的感觉所淹没 仿佛被困在情绪的漩涡中无法自拔 这种情绪的爆发不仅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反而可能会毁掉美好的人生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 每一次的愤怒 最受伤的往往是我们自己 生气其实是一件极其无用且愚蠢的事情 它就像一种负能量 只会把我们拖入绝望的深渊 让我们失去前进的动力 如果我们能够对事情看淡一些 对他人的评价看轻一些 那么心中的烦恼自然也会随之减少 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也不应该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让自己受到伤害 有一句话说的好 退一步海阔天空 人一时风平浪静 真正拥有一个好心态的人 才是人生的真正赢家 那么面对误解和非议时 我们应该怎样保持冷静 避免生气呢 首先重要的是学会自我反省 当情绪激动时 我们应该停下来问自己 是否真的有必要为此事生气 其次尝试换位思考也非常关键 如果我们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问题 可能会发现对方的言行并非出于恶意 而是因为某些误解或无意之举 保持开放和积极的沟通态度也至关重要 透过平静的对话 许多误会和矛盾都能够得到解决 此外 寻求外部帮助 如亲朋好友的意见或专业的心理咨询 有时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帮助我们更客观的看待问题 学会放下也是一种智慧 并非所有的事都值得我们去争执和生气 有时放手让自己远离负面情绪 反而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静 培养兴趣或爱好 可以有效地转移注意力 当我们专注于自己喜爱的事物时 心中的怒气自然而然就会消散 通过这些方法 我们不仅能够在面对误解和非议时保持冷静 更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更稳 记住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让愤怒掌控我们的人生 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学到更多关于自己的知识 也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 毕竟拥有一颗平和的心 是通往幸福人生的必经之路 所以当下次遇到让你生气的事情时 记得停下来深呼吸 问问自己 这件事真的值得你为之生气吗 或许你会发现保持冷静 选择不生气 不仅能够保护自己的心灵 也能使你成为更加成熟和智慧的人 在人生的长河中 让我们学会用一颗平和的心去面对一切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生活的美好 并拥有一段充满爱和和平的人生旅程 记住 生气只会耗费我们的能量 使我们无法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 选择不生气 用一颗平和的心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这样的生活才是充满智慧和幸福感的生活 在这个繁忙的世界中 每个人都在与时间赛跑 与情绪角力 你是否曾经感到被自己的情绪所绑架 是否因一时的怒火或悲伤 而做出了令自己后悔的决定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 是如何智慧地处理这些情绪 如何让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最坚强的盟友 而非敌人 情绪 这个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 其实并非我们的敌人 它们是我们人类最原始 也最真实的反应 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感知世界的方式 坏乐 悲伤 恐惧 惊喜 这些情绪构成了我们丰富的内心世界 但问题在于 当情绪变得难以控制时 它们就会开始控制我们 想象一下 当你被情绪淹没时 就像是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推动着前行 你可能会说出你不想说的话 做出你不想做的事 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叫做冷处理的能力 冷处理不是指冷漠或避免情绪 而是一种智慧的情绪管理方式 它意味着在情绪激烈的时刻 我们能够暂时将自己从情绪的漩涡中抽离出来 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 这就像是在热闹的市场中 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 让自己的心灵得到片刻的休息 这种能力对于那些精神层次较高的人来说 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但实际上 这是可以通过练习和意识到的 每个人都可以学会如何在情绪波动中保持冷静 如何在风暴中找到平静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 当你在工作中遇到挫折 或在家庭生活中遇到矛盾时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是立刻反应 还是先停下来 深呼吸 给自己一点时间思考 冷处理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情绪 当你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变化时 你已经跨出了第一步 这不是要你压抑或忽略你的情绪 而是要你认识它 接纳它 接下来的一步是问自己 这个情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工作上的压力 还是家庭关系中的某些问题 或者 这只是因为一时的误解或沟通不畅造成的 了解情绪背后的根源 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处理它们 而不是让它们无端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和决策 当你开始探究这些情绪背后的原因时 你就开始了一场内心的对话 这种内心对话是建立在自我认知和自我接纳的基础之上的 它要求我们对自己诚实 即使面对那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真相 透过这种内心的对话 我们可以开始问自己 我能如何回应这种情绪 而不是仅仅对它做出反应 这种区分至关重要 回应意味着你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并做出更有意识 更有目的的决定 反应 另一方面 往往是无意识的 是基于习惯或及时情绪的 在学会冷处理的过程中 另一个关键要素是学会放慢脚步 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 我们经常被迫做出快速决策 而没有时间去真正思考它们的后果 但当我们放慢脚步 给自己时间去感受和理解我们的情绪时 我们就赋予了自己一种力量 就是决定我们如何让这些情绪影响我们的力量 这种放慢的过程也让我们有机会实践所谓的情绪距离 情绪距离是一种能够让我们从当前情绪中稍微抽离 从一个更客观的角度观察和评估情况的能力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感受漠不关心 而是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情况 并做出更有意的决定 冷处理还包括寻找积极的情绪出口 无论是透过运动 写作 艺术创作 还是与信任的朋友或家人分享 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和释放这些情绪 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表达不仅有助于我们处理当下的情绪 也有助于我们建立一种长期的情绪稳定性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 学会冷处理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达成的 它需要时间 耐心以及对自己的持续承诺 但当你开始掌握这种技能时 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是情绪的奴隶 而是成为了自己情绪的主人 你将能够在挑战面前保持冷静 在冲突中保持清晰 在压力下保持平衡 你将学会如何在风暴中找到安宁 在混乱中找到秩序 在恐惧中找到勇气 这一切都始于一个简单的决定 学会冷处理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而不是让情绪控制你 所以当下次你发现自己被情绪淹没时 记得停下来 深呼吸 并问自己 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来更好地管理这种情绪 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 每个人都面临着无数的压力和挑战 有时候 这些压力似乎足以让人崩溃 让我们的情绪像火山一般爆发 但是有一种力量 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力量 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冷静 让我们在风暴中站立不倒 这就是冷静 一种不仅能够保护我们自己 也能够照亮他人的优雅姿态 想象一下 当世界在你周围轰鸣 你却能够保持冷静 这不正是一种无上的智慧和能力吗 当别人因为怒火而失去理智 你却能够深呼吸 给自己一个思考的空间 这不正是成熟的体现吗 这种能力 这种把握住自我 不让冲动和情绪主导行动的能力 是一种令人敬佩的自信 它不仅仅是关于自我控制 更是一种深刻的自我认识 一种了解自己极限和情绪的智慧 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遇到令人挫折和愤怒的情况 面对这些挑战时 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反击 是让情绪的洪流席卷一切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停下来 深呼吸 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思考 我们会发现有更多的选择 这不仅能够避免冲突的升级 更能够在困境中找到出路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事实上保持冷静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周围的人 当我们能够冷静应对 我们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尊重 也为他人树立了榜样 这种力量 这种从容不迫的力量 能够感染周围的人 让整个环境变得更加和谐 我们都知道 有时候改变别人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改变自己 学会用不同的眼光 看待问题 用不同的心态面对挑战 当我们选择冷静 选择不让怒火 控制我们的行为 我们就为自己打开了一扇门 这扇门通往自我成长的道路 通往更加成熟和智慧的自己 是的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都会遇到挑战 都会遇到让人心烦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学会 在这些时刻保持冷静 我们就能够找到 克服困难的方法 就像那一句老话说的 冷静是勇气的考验 也是智慧的开始 所以让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 选择冷静 选择智慧 选择成熟 这样 我们不仅能够保护自己 免受无畏的伤害 也能够在这个繁忙的世界中 找到自己的一片宁静 记住 无论外界如何喧嚣 只要内心保持冷静 就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因为正如那句话所说 一脉总会散去 光明终将到来 让我们一起迎接那份光明 用冷静和智慧 照亮自己的人生道路 当你回首往事 你会感激自己 在那些艰难时刻 选择了冷静 因为那正是你成长的见证 让冷静成为你的座右铭 让它引领你走向 更加光明和美好的未来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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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